这叫布施啊 爱语啊 但是如果 你舍弃对方 哎 有名的 我要恰名 那你失去菩提心 好给人来好 善家人来好 女人来好 女人来好 女人可以发菩提心 名为大丈夫 男人发不起 菩提心叫小女人 那你自己决定嘛 因为 佛性是平等的 菩提心 没有分鬼 鬼可以发菩提心 天人也可以不发菩提心 对不对 所以 当然我们在超度 若有见魂者 细发菩提心 希望我们超度的对象 特别军人 军人他就是要打仗打仗 我们要告诉他 正确的战场 战场是轮回 如何让所有众生脱离轮回 但是你要让众生脱离轮回 你要战胜自己 战胜自己的我执法执 战胜自己的贪嗔痴 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 那你能够战胜自己 你才能够帮助众生脱离轮回的战场 但是啊 告诉所有群人是没有对立的 世间的战胜是这一边那一边 我国你国 我党你党 那佛法的战争 那是没有对立的 就像佛陀说了 我以无量节的精进 征服了 战胜了我的贪嗔痴 我用慈悲 征服了世界 而且对他来讲 对每一个佛来讲 他这个战争永不停止 因为也代表他的精进永不停止 所以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去发愿 所以当然看到阅历 今天什么日子 那我们就转这个心态 所以我想并不是因为我们佛教徒 然后就看不起神 如果一个佛教徒看不起神 那这个不是真正佛教徒 众生平等 神也有佛性 所以如何让这个神 就像一个有钱人 有钱人让他学佛来护持上保 不是很有力量吗 对不对 但是如果站在个人节度 有钱我还不理你 因为你不关心他 你只关心你 站在大乘六道众生 我们都要去赞叹他 随喜他 开发他的佛性 所以要碍于 要讲好话给他听 布施碍于 所以有时候我去土地公庙坐下来我就去买金床 阿叔 你也买金床 想说你也可以买 我也不可以买 你不是佛教免买 谁说的 别人说的 那叫做庆才公共 我买你会有啊 我买手 土地公庙 说有啊 我买的肉都好兄弟 说有啊 这不是各种乎买 他们的买买 会啊 那你这个佛教徒 你就认为做这个没面子 那你就已经看不起对方了 你看不起对方 不懂得度对方 那你说你是个大乘佛教徒 还不像 所以各位你要去分析 这个动作为什么要做 那个动作为什么要做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做剖斗重心 对不对 所以为了要剖斗重心 那各位 你回到家要度你太太 度你先生 度你妈妈 度你儿女 度大楼管理员 所以你往上这一条送给他吧 为什么大楼管理员 为什么你要送给我 这条裂子 站在桌上都要弄不到 子弹不是真的还假的 我没跟你骗 我们讲的还是懒散 这个力量太大了 打破地狱 所以问题是 你怎么样去接近他 当然光纵这个还不够啊 不过月底还要送送钞票啊 你辛苦了 我给你加薪 给给你五百 他永远就做你的卫兵 我告诉你 看着你这样 我们都会 两个大声 我五百 好不过他不是对你念的 每一个出来都会念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方法 你不能说 我就不想接近他 搞不好管理 对吧 所以人一能酷 一对立啊 那这个人就不算在修行 修行 他就要目的要用各种方法 去让众生欢喜 接近你 因为你喜欢佛法等等等等 各种方法 好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讲这个 佛陀佛八十种书圣向老音源 各位前面的花 好不好看 就是要好看 他才叫化 可以放在佛前 这个就是慈悲 所以人要好看 所以人要好看 外表要庄严 讲话要好听 心要好 这个叫大称佛教 请问阿罗汉要不要超话 man 阿罗汉超话干嘛 阿罗汉是解脱生死就好了 所以这个叫小称 这个叫各自人 但是大称 佛陀讲法只有一称 众生皆因成佛皆可成佛 所以每一尊佛装不装严 装严 爱漂亮吗 不是 为了众生 为了众生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讲这个都很容易 各位自己看就好了 但是 为什么要强调 要去做 你不能说 这跟我没关系 我念阿弥陀佛 这跟我没关系 我过来蛮快乐的 那你想的都是你自己 你从来没有为众生 所以各位今天要把这八十条 当作 菩萨的戒律 生命的实践 你一定要去做 你不能说 很多人把佛法切割了 我就专门读这个经典就好 其他都不管 我专门修仪轨的 我其他都不管 我喜欢修的大手印道 一段空性 我其他都不管 这个把佛教给切坏掉了 这个叫执着 这个叫法直 有认为 哪一个方法我喜欢 哪一个方法 你没有平等性 那就偏掉了 但是 成佛呢 没有一样 你不壮严 不会的 没有一样做不好的 所以这个里面没有秘密 但是却要去实践 别人 边讲各位 边看自己 谁都在那边看 你要尝个 我指甲要怎么黑黑的 邁了 你好好修 你不能说 跟我没关系 那你就 你不负责任 这不行 你一定要 问对吧 所以那天有個菩萨说 来 使徒手给我看一下 看什么 你下面有沒有黑黑 這什麼意思? 殺夜中 哎呀 哇,原來要白的才行 所以 那這樣對我提醒很大 我都會看到黑 我就趕快白 懺悔懺悔 生生死死不殺生這樣 那 人在輪迴的過程裡面 一定有這些的 所以 所以第一條 我們大家一起練,來 指甲潤澤 餘無量是 常給別人所需要 喜愛的事物 幫助別人安樂 故今世指甲又薄又長 顏色光潔先進 看一下 有沒有光潤 有沒有又薄又長 為什麼呢 因為 不是光一世 生生世世 是給別人的需要 你喜歡什麼 我給你什麼 讓你快樂 好不好 喜歡的東西 而且一直想辦法 想要給別人快樂 幫助別人快樂 所以我剛剛把這個五色線送給你 不得了 以後我五個顏色 人家女生喜歡擦五個指頭 五個顏色 這個本來就要修 我們在說 歐木鈴鈴手哈的時候 還要觀想 五個手指頭 出現五色乾露 就是這個五個顏色 這個要修的 所以你在打手印的時候 我們手指頭都在晃光的 那你這個要真的 真的去觀修 最後要養成習慣 知道嗎 第二 寫下 手足指圓 魚無量是 常以善解人意的態度 對待別人 故今是 手指和腳指圓滿鮮長 又瘦又軟 十分好看 看看腳指頭 我手指頭的面圓圓滿滿好看 所以圓滿鮮長 又長 前面圓 又軟好看 然後咖 軟七八糟 我就泰國 哟 泰國女人跟我們的手指頭 腳指頭都不一樣 他們不能穿高分鮮 因為他們從小都刺腳了 長的就是不一樣 所以 但是你修行不一樣 佛陀的腳指頭 裝不裝也 沒有一個地方 不裝也 這樣別人就會更 哇 羨慕 對不對 哇 這麼裝也 這怎麼修的呢 對不對 所以我想各位在這一點 如果問我 你問我佛法是什麼 就是從頭到腳 讓別人都覺得 你好像沒缺點 這樣了解嗎 唱得好 寫得好 說得好 煮得好 對不對 樣樣都好 從你身上出來 沒有一樣不好 講話 沒口臭 身體發香 不洗澡更香 為什麼 因為佛陀的毛細孔 佛陀最大的香味不是鼻孔 是他每一個毛細孔 你只要看到他 就像 成香 我故意今天帶一個 不香也要帶個成香 成香不是給自己聞的 就像灑香水給對方一樣 就像灑香水給對方一樣 所以佛陀的手跟腳 指頭都好看 長緣柔軟 為什麼呢 余無量是體貼別人 善解人意的態度 對待別人 所以我想各位 這個裡面講 人事實上是眾生 所有眾生 當你去洗澡 哎 張張出來 哎呀 一波當家 沒人抓 這個吃什麼的 那個吃什麼的 我們都要給他招待 要親手再拿給他 布 流浪狗也好 這個鳥也好 現在我們做死死趕入也好 一直去發明創造 更好的味道 讓隔壁都想說 沒聞到睡不著 對不對 要點到 你怎麼還沒點 我聞了才睡得著 不是說 你趕快用起來 我睡不著 那你要去想辦法 所以 怎麼樣做 會更好 所以我想 在這一點 善解人意的態度 各位要練習 所以以前老師說 像我師父說 這個以後要來出家 以前我是開公司 搞業務 我們很多業務員 我師父說 這個要出家 先到你們公司 業務做得好再來 有人員 賣素食賣到賺錢 他才來 才有道理 開素食開到倒定 要來出家 完蛋了 我們也會倒定 你連世間房做不好 你做活法 所以我想 業務員 你推銷的東西 只要是 不傷害別人 那你如何推廣 很好 那當然這個人 就有這個 善解人意的態度 對待別人 別人呢 歡喜 接受你的東西 買你的東西 就像現在很多人 在做直銷 有些人做到發財 對不對 但他們會推廣 那些搞保險的人 沒有什麼產品 你的壽命就是我的產品 一張紙就可以賺你很多錢 但是問題 他怎麼樣的結金 這一點我這樣強調 是希望大家不要說 我吃素啦 我學佛啦 我出家啦 反正我都是 奧賭賭不利便 那就講不下去了 對不對 因為你不想發菩提心 就違背菩薩界 這一點你叫 開始去練習 所以各位 你今天回去 你老婆說 老公你回來怎麼變啊 善解人意 還帶著我喜歡吃的回來 Right 海盜師傅說的 給我推銷一下 下回你趕快去 他跟你來 你要開始提貼對方 所以 我想這裡面講的都是對方 滿對方的需要 滿對方的心 這樣 因為這個手 是一種接觸對方最快的方法 所以我說 手向莊嚴 一舉手 全部人都皈依你 這個手代表皈依的對境 那 因為 像我們 要去講心說法 如果對方 看到你 不想皈依你 不想聽你講法 那就 沒用了 那這一點 為了如此 夠要